我印象你啊 贵玩家确认身份底牌并待亏 5 4 3 2 1 天黑请闭眼 他的头牌一个都越少了 待亏了 待亏了 我没亏 祝你今天法官指令 冠雪儿请闭眼 请选择你的保药 冠雪儿确认请闭眼 4张狼人牌请举手示意 4张狼人牌请睁眼 事儿童端 必选择第三目标 bacon 继续 来 Laurent 准 Jeśli 嗨 嘯 periodically 小心 猝 打算一下 嗯 请募请睁眼 除夜 赛好玩家飞机商 救人请给首饰 救人请给号码 留学人请毕业 预言家请睁眼 请选择查验的目标 这是好人 这是狼人 鸟鸟眼的目标 预言大学人请低眼 猎人请睁眼 确认你当前状态 提讯 既然是黄眼的 杀出的 猎者的 来 来 来 确认,请闭眼 敬眼长老,请睁眼 请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敬眼长老,确认,请闭眼 上级玩家,请在5秒内举手示意 5,4,3,2,1 整理表情天亮了 除9号玩家外,其余所有11名玩家上级 随机发言 由1号玩家正式发言 1号玩家请发言 我一样的时候是茶茶 然后我警惠流就流 6号和11号吧 6号、11号、12号 这么三个验下去 然后我验时心中历程是 我看完牌我就狂看10号玩家 但是他当时没看牌 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底牌是什么 但是他是很晚很晚才看的牌 我没敏到 所以我想我就把你验掉 你是好人你就帮帮我 因为这板子我自己也盘不清混子和汉跳狼的关系 然后你是狼就不用说了 然后我验出来的石是茶茶 然后其实9号玩家我会看你上票 因为我没把你留进警惠流 我会看你上票 但是看9号玩家开牌前 说10号玩家肯定是好人 要跟着10号玩家战变 所以时验出来是个狼 其实9号玩家我觉得你挺 你这个位置挺性感的 但我会看你上票 我不太想惊艳你 然后我就6号、11号、12号去演 第一警惠流是因为 我觉得天亮之前 不是就是那看完牌 6号和2号其实有个小互动 当时我觉得6和2好像在没看牌 在刚看完牌就不太像见面 所以这是我想去6、2里验一个 然后11就随便留的 留12在第三警惠流是因为12号玩家说 他是预言家要验验4 那我是预言家 我肯定没有觉得12底牌那么好 但是就留三个嘛 就6号、11号、12号演十字茶茶 我预言家过掉 2号玩家请发言 这骰子确实有问题啊 我以为只是当天 昨天是这样的 今天也是1号、2号、2号、1号 请发言 那个我说好人啊 他给10发茶茶 还可以吧 但后面肯定有很多人要跳的 6号玩家 快堵死他 快堵死他 假设他自己是女巫的话 那贫妾再听一轮您的发言 感觉6号玩家确实不一定是好人 好吧 然后那个 但是1号玩家 因为毕竟他因为跟10号玩家 确实没有太多同台 对不对 他给你发这茶茶 在我眼里肯定是觉得有力度 当然他如果是焊跳 他肯定是安排好给你发茶茶的 这个也不存在 那个我会去听后之后 那个对跳的牌 以及因为10号玩家在井上的 9号玩家是唯一在井下的嘛 对吧 我是好人排 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嗯 我验了10是精髓啊 那1号玩家还能跳了 咦 其实我要是底牌啊 是一个 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单纯的外周围的好人 我觉得1号玩家力度还挺大的 但是 你怎么会去给10发茶茶 主要我老是听不听不听不明白 这个 董经瑜老师的这个身份呀 然后今天他 他正好坐我对面去 我就想验一下他 正好是精髓 1号玩家为什么会给10号玩家发茶茶 你为什么要教他站边呀 本来很有意思的一局 然后现在被1号玩家打破了 我本来想看看董经瑜老师会不会站边我今天 哦 然后 那那怎么 那9号玩家把票投给我呗 把票投给我 那我还能跟你说啥 2号玩家 嗯 2号玩家 哦想退水了 有可能是好人 22不验 1号玩家汗跳 别的那验谁啊 没啥好验的了 9号玩家一个人在井下 9号玩家 票不投给我那就危险了 那验啥 验11吧 没办法 主题 我本来想直接验你 但我后面我怕直接验你 比如说你是个精髓 然后你就站边我 那我觉得不行 你第一次来不能给你这么好的 好的这个游戏体验 对吧 还是得得加大点难度 我给自己找了点好的游戏体验 哦 那那那那没 没什么了呀 那就就就11次顺验吧 好吧 10精髓过了 4号玩家请发言 9个6 验8吧 我验了3号玩家是个狼人 为什么验8呢 5678站 站边 我就优先听567的站边 然后验8哈 你不要对这个验人有反感 因为 我对8号玩家在发言 他正反发言 我都是不太能听得正的 然后其他三个我觉得他们是狼都会去冲的 我也不知道1号玩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1号玩家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3号玩家在验出来的狼 在跟我焊跳嘛 所以你 我不知道你是啥 你要刚着的话 那都等会再说 你等会退水了 我就当你是个炸身分 我没有觉得10号玩家一定像个狼 没有觉得10号玩家一定像个狼 我觉得2和3是不认识的 11号玩家比较困惑 我觉得12号玩家的 在3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跟3号玩家的那个表情互动 也不一定是认识的 所以11号玩家你也要进我的坑 不要说为什么11号玩家进坑 我还要来验8号 因为我希望8号玩家验出来是个好人 在我走后有人主持工作 就这样吧 其他的没有了 就这样吧 我验3号玩家是个狼人 验3需要轻路历程吗 我走进来看到3号玩家 我就想摸他一下 就是轻路历程 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没想到我居然成为这个场上第一张 需要站边的人 还是在三个预言家里面去分 但是我确实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吧 我觉得1号玩家像一些预言家吧 其实1发言的时候 我当时也觉得有一些些问题是 他仅会溜溜的是6号11号 我觉得6号玩家不太能进第一眼 可以去听一天他的站边 但是3发完言呢 我就觉得3肯定不是了 因为3号玩家你说你站在一个 如果你是一张外之位的好人排的思考量 你会觉得1号玩家怎么怎么 你不是外之位的好人 你就是预言家呀 你有什么外之位好人的思考量 你觉得你是个预言家 你干嘛要带入外之位的好人 你想什么就想什么呀 所以我觉得3号玩家 发出那段言就不太像 然后呢4号玩家的问题是 你直接能把10号玩家保下来 因为你见的3号玩家是查杀 那你看他在这个位置给10发金水 你要考虑到你觉得他跟1不见面还是见面 那如果跟1见面 为什么1给10发查杀 他在这个位置去给10号玩家发金水 那到底10号玩家为他的队友吗 我觉得你这些拆戏很少 你直接就认了10号玩家是好人 我觉得很难开出这个视角 所以呢经过我对于这三名玩家的发言 以及分析 我觉得可能啊 我是说可能 1号玩家是预言家 10号玩家是他查杀的狼人 3号玩家是混血儿 这个位置混了个 或者是怎么说 觉得自己是个狼混 甚至3都有可能是个好人 想要压跳啊 就3号玩家可能是个好人 觉得10是个狼 给10发个金水可能压跳 4号玩家是个狼 在这个位置 4觉得3是个混子 所以4号玩家给3发查杀 这是我的视角 我觉得4跟10可能是见面的狼 3可能跟4是不见面的牌 我觉得1号玩家像预言家 嗯 可能错啊 错就全错 对就全对 嗯 没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 2号玩家发言 暂时没听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在听完1的发言之后 他好像觉得1号玩家有面 那现在我认为1号玩家像 我也会觉得2号玩家还可以吧 这是我对前这位牌的定义 我觉得这三张牌里面最像的是1 我觉得1是 过了 6号玩家 请发言 我不知道玩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然后他全对全错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动作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全错了 就是1号玩家现在放个手 只要一放手就是全错 对吧 但是1号玩家也没放手 所以 我也不太确定嘛 我是觉得134里面的确是3号玩家听着是最不像的 3是听着最不像的 但是他像5号玩家说的是 混子 我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是好人啊 我觉得不会是好人压跳 他的发言很宁宁 我觉得不是好人压跳的那种阳光的感觉 就如果我是个好人在这边操作 比如我觉得1号玩家是预言家 我要压后面的跳的话 我都发现其实 我的状态不会像他那么 就很糟糕 聊11的那一段 以及聊10的那一段 就是星中历神那些东西 就很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压跳 或者正常一个好人的聊出来 包括是预言家 包括压跳好人 都是好人身份 我觉得都聊不太出来 1号玩家的问题就是 26你们咽一下 再有一段发言 我是没听懂 实话是说 开排前 什么26有什么互动什么 就不见面 不是开排前 谁知道见不见面 你发的言言我真听不懂 对吧 我是狼 那我也不知道二号玩家是谁 我怎么知道咱俩等会儿夜里见不见面 那我们俩好像我们夜里也不见面 就是你发的那一段 26的那一段 我是听不懂 我实话说我是真听不懂 然后我 我可以接受被咽 就比如说你的警惠流流 然后你把12也流警惠流了 所以我觉得你至少 还是 在自己的那一条线上 还是能说得通的 只是你聊26那一段 我们没听懂 然后四号玩家的发言 我说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道理吧 我觉得给实际身份 给的过早了 因为理论上是存在 比如说一号玩家是诈身份的 不管他是混子 还是好人战友 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一号玩家 发茶茶给发错了 所以三号玩家给十号玩家 发这个精神 你看你排的是这一条 那三号玩家为什么不怕 十号玩家是预言家呢 对吧 理论上也存在 共编身份的可能性嘛 对不对 他当一号玩家就是一个茶茶队的预言家 他在把一号玩家当作对手在对打 然后给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发这一个精神 我觉得也是存在的 所以你在没有听十号玩家之前 直接给到他好人身份 我觉得早了一点点 早一点点 但现在呢 我觉得也不着急嘛 他们也都不退水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也不在乎 反正呢 我先把三号玩家先往外排一排 然后呢 等会呢我去一四里面去挑一挑 去挑一挑 现在周周要听的是十号玩家的发言 十号玩家如果是好玩家 那死就是愿家 一号玩家就也不是了 嗯 然后其他没有啥说的吧 我是好人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这盘也不用斩边 一号肯定是愿家了 我认为三号四号都是好人 都是那种压跳好人 然后十号玩家一会自己去挑 十号玩家看挑不过 他就自保把一号砍了 然后就生退了 就这样 我觉得三号四号都像好人 真的真的都像好人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像压跳的好人 呃 我是站边一 如果三号四号里面有不退水的 那就是狼 我个人感觉 看看一号 十号自己挑不挑 我反正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一号玩家不太会交十号玩家这么验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喜欢验一的原因 因为你验了一号肯定出局 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十号十号玩家状态好像也不太高兴 就觉得一号玩家验了自己 确实没有给什么太多的力度 嗯 而且你看 包括前面 基本上都说 你看二号五号六号都说一比较像 我这个位置我要说不像 好像也不合适 我认为一号玩家是远家 而且一号玩家 呃井辉刘我觉得也还好吧 也还好 三号和四号那个发言 我觉得都当不成汗跳 但是如果如果里面有真的不退水 我们还要去考虑什么混的四号思考量 那三号玩家 他一定不是混了十的 三号玩家也不可能他混了十 他给那个十号玩家发金水 这也太拙劣了 三号玩家什么时候退步成这样了 不可能 所以我就认为三号玩家是 亚跳的好人 包括四号玩家发言也是 我觉得也像亚跳的好人 都在我眼里都不太能够当成汗跳的狼 你们三号和四号那个发言 就不可能有人能认你们是远家 那所以狼队怎么办 狼队只能自己让十号玩家跳 如果比如说像八号十二里面出狼 那肯定也不会去救市 这不是纯送吗 对吧 八号十二要有狼也不会去救市 因为不可能 而且八号玩家你身份确实有点不好 因为别人发言的时候 你一直照镜子 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可照 我心想一号玩家照就算了 到到了五号六号你才你才完事 你你怎么都不用听他们发言呢 你这个 我请上先打一手吧 八号反正一班 没了我真的觉得三和四号看情况 当然我不是说就是骗你们 你们要有狼你们就汗跳 我也不是给你低话 你们要有狼你们低话 但我觉得你们那发言根本就当不成原家 所以十号玩家你就自己来 好吧 然后没了 我就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行 我首先是照镜子了 其次是被压住了 行了吧 七号 七号自己不想救十号在这低话呢吧 我看你 我盯住七号 好吧 十号原地几条好像是不能信吧 很难 不太信 三四我说一下我自己听感 我听完一三四我之前排的是四 我觉得四号玩家几个问题 第一你对我那么多对话 莫不是混了我 我是好人啊 我先跟你说 然后你那么想探知我的身份 你第一天就来验呗 对不 你第一天验就可以了 而且为什么一三里你认为三一定是汗跳啊 你一三里你得那个假想敌是三号 一号玩家的守住人是很难做混子的 一号玩家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乍身份的好人 但是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我觉得不可能做成混子 他在守住一发炎直接往后就会扣杀 所以一在你的视角不是汗跳吗 四我是不会站边的 我首先排的是四 但是五六排的是三嘛 也没人站边三 那排出法做完我就站边一了 那么排了两个吗 哎呀 就排出法会做的呀 七号 事出反常啊 不要陷入自证陷阱 七号玩家说我照镜子是狼 我不会证明我没有照镜子 我只能说他是狼好吧 嗯 别的没啥 就站边一呗 然后看看三四怎么个事 七说三四是两个好人 不太像吧 三号玩家是好人压上跳啦 还不信 我觉得四是好人压跳有一些概率 四号玩家脑子里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什么给七发个精水 这种是比较多的 好人压给跳我也是信的 然后三我不太觉得是纯好人吧 我不觉得三是纯好人 然后别的没啥的我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你退水吗 你不退水我就交身份了 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是女巫 因为一是饮水 所以她给我发金水 给我发茶沙的时候我蒙掉了 因为我饮水第一个发言 你给我发茶沙 我当时要么你是狼 我觉得你不太那是压跳好人 我从来没见过你操作过 然后你给我发茶沙 那你是狼 那你就是可能觉得我像预言家 因为确实是你开拍前一直在看我 然后你说你没有敏出来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敏出来 没准你觉得我像 我打保证 你现在双爆 我肯定读七号 不可能这给七号在这个 你要是就是装混子的好人 那我在下无能为力 我真的是听不出来 我觉得六不是很像狼 五号是说什么排出法 直接占一号了 我也没觉得五很像好人 这前这位 然后三四里 一是狼的话 三四里我偏向于四一点吧 因为你看我本来是觉得 三你给我发的时候 我都没有觉得你很像 你说什么我本来觉得你给我 三月暂停 三号玩家自爆 昨夜没有人被禁言 各位玩家 天黑请闭 别招走了 天黑请闭 让他把亏往上移一点 把脑盘带住 长人请周远 期训政者 期训政者 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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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资目标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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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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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感谢观看 我是说 谢谢 就是没有 大家 20 我们 谢谢 谢谢 这个小小小 我们 我们 谢谢大家 感谢 我们 我们 是一名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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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玩家 大家 我们 我们